千百年来,人们仰望苍穹,渴望拥有翱翔的翅膀,终于用智慧与勇气,铸就了一次次吹上的小屋。 意义星辰下,巨轮破浪,航行万里,穿越无影的蓝色,探险者勇敢面对未知,铺就了航运发展的壮丽航程。 在航运业蓬勃发展的今天,航空与航海的融合,传承着时代的使命,连通了世界的脉搏。 他们,以时代领朝者的姿态,滋滋向前。 首届论坛发布多项重磅成果,其中发布了全球航空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倡议和四型机场绿色性能评价规范团体标准。 十四五以来,上海在民航领域的软环境优化和硬环境打造方面取得了新进展。 人文、高效、智慧,努力打造最具影响力的世界级航空枢纽。 2022年11月22日下午,第二届2022北外滩国际航空论坛拉开帷幕。 论坛以共享数字经济机遇,共建绿色智慧民航为主题。 邀请近150名嘉宾围绕数字化转型、绿色航空、智慧航空等议题进行分享。 中国东航聚焦论坛主题,发布了超级成运人和智慧航空两项成果。 中国东航提出打造超级成运人的愿景目标。 超级航空成运人是具有五个一流的特征。 一流的运营能力、一流的服务能力、一流的经营能力、一流的创新能力和一流的影响力。 智慧航空是打造超级成运人的实施路径之一。 智慧航空让航司实现全场景数字机评、飞机全流程智慧体检和全时全域、空地互联的智慧运行。 让旅客可一步到位、购票选座、在线轻松办理直击。 把行李交给自动分检机器人后,全程无感通关、轻松后机。 上海机场集团也推出了上海机场工程数字建设成果。 通过在浦东机场四期工程建设中开展数字化创新, 构建出一套超大工程全流程、工序级、分层式的数字建设体系。 对业内超大、超难工程的高质量建设具有重要引领和借鉴意义。 2023年,全球经济复苏势头明显。 航空业迎来重大机遇和挑战。 面对全球航空新常态,航空业各界同仁如何齐心协力,构建行业全新生态圈, 激发出航空业独一无二的驱动力。 即将到来的第三届北外滩国际航空论坛将给出答案。 大会将聚焦于一个关乎全球的重要议题。 如何实现航空业的繁荣与更加可持续的未来。 这一次,来自世界各地的航天产业链、航运业界及产业链各方专家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又将有什么重磅成果即将诞生? 在行业引领起一场新的旋风。 2023北外滩国际航空论坛 连接世界 繁荣与共